今年第20号台风台美在今天凌晨深沉了 估计未来会朝南海的方向前进 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气象处分析台美台风的外围环流范围广 不排除会跟东北季风产生共败效应 在大台北地区花莲宜兰山区 带来豪雨以上等级降雨 周四周五将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 而民间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更发文表示 搞不好会发生没有警报 却有台风天感觉的诡异情况 7号台风台美气象处预估将往南海方向前进 且移动速度变快 虽然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但民间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表示 台美的结构很特殊 暴风圈没摸到但台湾一样有事 它特性是环流范围超大内弱外强 强大的外围环流横扫台湾 搞不好会发生没有警报 却有台风天感觉的诡异情况 更直呼今年大概是什么台风博览会 而东北季风正好在台风接近时增强 不排除可能发生共伴效应 强度上来讲我们预估是以青台 到青台上线这样的强度 但是它整个环流是很大 它外围的环流跟地形的作用 甚至要提防跟东北季风也有作用 这时候在北东的雨也要特别的留意 我们要提防有共伴效应的可能 这个是有机会发生的 气象署分析周四到周五 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大雨或好雨几率 而大台北山区 宜兰山区 花莲地区 更有好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几率 周四周五也是台风外围环流 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 天气风险公司提醒 周四台风距离台湾最近 山区的天气会比平地要来的恶劣 如果有安排登山活动 建议取消或改期 而在台北台风远离 后还会有台风生成 低压带的在更东边的地方 有一个热带劳动在发展 那未来它也会逐渐的接近 那也要留意它的未来的发展 气象专家贾欣欣分析 下一个台风最快周五生成 或许影响还有待观察 记得上于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您有发现吗 日币500元和韩币500元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个是日币 这个是韩币 虽然说在颜色上略有差异 但是它的外观大小 还有字体的位置 以及材质相似度 真的是非常的高 有不少民众分享 在日本找钱的时候 曾经拿到像是这样的 500元韩币 不过这个价差 可是差了将近十倍之多 不少民众喜爱到日韩出游 却有人发现日币500元 和韩币500元外观相似 因为没看仔细而吃了闷亏 有民众分享去日本超市时 结账人员找钱也找韩币 离开之后去神社买东西 才被神社人员告知 又人暑假去九州 直到投贩卖机的时候 才发现某一个硬币 一直无法使用 更有人去大阪搭计程车 下车时发现司机 找给他的钱 里面有500韩元硬币 有拿过啦 你拿到韩币是损的 就还给他 对对方又换给我 应该是最近韩国人到日本 观光的人数击增 小心会拿错 那又长得太像了 所以日本人在收的时候 也没有注意到 拿在手上笔一笔 日币500元目前常见两种版本 分别是2021年发行 由念黄铜和白铜铸造的双色硬币 另外是2000年发行的念黄铜材质 而韩币500元材质是铜镊合金 外观大小类似且数字位置相近 但价值相差约十倍 若光线不佳或没仔细检查 容易混淆 旅游从业人员提醒 其实不止日韩 许多国家硬币材质大小相近 常有卫装鱼木混珠的情况发生 出国旅游拿到钱时 务必再三确证 即将参与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台东台11线富岡路段 近期执行车辆噪音取缔 但是取缔的地点呢 就是警铃空军制航基地 引发了不少讨论声浪 有民众就说 难道要飞行员也要减速降低音量吗 道路上汽机车快速呼啸而过 看见噪音取缔纷纷减速慢行 不过就有民众质疑 在空军基地旁设置噪音取缔 难道要飞行员也减速降低音量吗 就连基地旁的居民也质疑 战斗机的噪音分贝远超越汽机车吧 那个汽机车要礼拜五 礼拜六重型机车在开的时候 比较多啊晚上 取缔地点就在台东台11线富岗段 因为道路比之时常会有飙车组 快速通过造成附近居民困扰 而环保局也接获民众投诉才会安排取缔 也强调地点确实在空军制航基地旁 以后会再找适合位置 以免民众误会环保局是在做白宫 我们会经过筛选会把有关 没有办法去做判定的那个车辆 或者是说他有在法规上面 应该要避免有些干扰的一个车辆 去做一个筛除 除了汽机车噪音近期也因共军演习 国军战机日夜起飞 军方也接获不少陈情 国家安全与居家安静 军方尽力取得平衡 记者刘玲祥台东报导 最新的研究发现日常生活当中 最好少碰黑色塑胶餐具 根据国外的分析 黑色塑胶里头 普遍含有比较高的阻燃剂 多秀二本谜 这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 或者是内分泌干扰物 另外也有可能会有致癌物 多环芳香精的残留 只要与食物接触 不排除会微量转移到食物当中 不过我国环境不强调 那么这种物质 其实在我国已经是全面仅有 优餐前微波加热食物 一旁的黑色餐具 总是给人一种素雅高贵的高级感 也比较耐脏 但根据美国一篇最新研究指出 从美国市场抽样调查发现 黑色塑胶制品 包含寿司盘 塑胶汤匙 意大利面颊 普遍都可以剪出 阻燃剂 多秀二本谜残留 过去主要是被用在电子3C制品 目的是要确保在高温下 不会燃烧 但美国早在2021年就禁用 如今会被验到有专家推测 有可能是透过塑胶回收再利用 才会存在塑胶制品里 过去的研究里面 它就会造成一些细胞的病变 会影响一些我们DNA 在一些修复的过程之中 而造成一些癌症的一个风险 可是它也不见得一定会溶出 它的溶出率 就要特别的留意 要去做相关的检测 而黑色塑胶 还可能会有另外一种致癌物 多环方向听残留 这也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致癌物 如果跟食物接触 也不排除可能会微量转移到食物当中 一些烧烤的物质 其实就会发现 本身就是一个导致致癌的一个风险物质 如果说它在这个制成的当中的产品里面 也含有等于是相对 你在使用这些餐具的过程 就可能会食物这样子的一个致癌物 环境部强调 台湾方面遵循斯德格尔摩公约 已经公告包含多锈二本米等13个多锈类物质 为毒性化学物质 除了研究教育目的试验外 全面禁用 去年也只使用不到两公克 但医生建议这类餐具 还是不要碰到高温跟酸泪 降低对健康的威胁 记者问题与淋雨的报导